字幕提供 這邊就是他們當地人的說的泥火山啊 可是這邊怎麼看起來 好像一個 湖而已而且很安靜 然後就是一大片 這邊有一群當地人我們來問一下 大哥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這邊就是 整個就是泥火山嗎 這裡是泥火山 現在是泥火山 這裡是泥火山 大哥這整片都是嗎 這麼大一片都是嗎 都沒有了 被 掩埋了 所以它曾經有爆發過嗎 對啊 那是泥火山 那是泥火山 所以它一直都是處於 就是噴發的狀態 是不是 對 天啊 十萬立方公尺的泥漿 這個數據讓我們啞口無言 因為等於一天噴發出來的泥漿 就能填滿五十座游泳池 也因為如此 這些被泥漿佔據的區域 足足有兩三個日月潭的大小 而這裡面竟然掩埋了四個村莊 總共上千棟的民宅和工廠 更有數萬人被迫離開家園 如此可怕的災難 竟然只是因為開挖天然氣不勝而造成 這 這究竟是天災 還是人禍啊 下面那個就是他們 泥 沉積的泥漿是不是 對啊 因為它下面看起來都 這個顏色很明顯 就不一樣是灰色 那我可以下去嗎 我可以下去嗎 大哥剛才講說 它真的不能下去 因為它說會很軟 會有危險 可是我覺得 不行我還是要下去看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喔 喔 OKOK 我知道 大哥說不要走到那個泥漿的部分 那我不會走到那邊 我會站在那個 呃 泥巴 泥巴地上面 我不會到泥漿上面去 喔 Thank you 喔 它一下來以後啊 那個味道完全跟上面不一樣 它下來以後就會聞到它那個 算是有點像瓦斯味 但是不是我們一般家用的那個瓦斯 的那種味道 是那種有點淡淡的硫磺味 它這個紙幣啊 其實這樣摸起來 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泥巴 我先上去 喔 Thank you 哇 好危險 它這個泥巴 它這個 泥漿這樣捏起來 其實 觸感有點像是 我們在做那個 呃 陶土 以前小時候做那種 陶土的那種 那種質感 而且 欸 反而這個 泥漿沒有什麼味道耶 它就是 就是一般的泥巴 然後沒有什麼特別的那種像 天然氣或 或者是 或者是其他那種 硫磺的怪怪的臭味 前方的火山口 仍然不斷噴發出大量的泥漿 雖然距離我們非常遙遠 卻可以感受到它猛烈爆發的威力 聽大哥說 從2006年起到現在 泥火山沒有一刻停止噴發 甚至因為天然氣濃度過高 還速度發生了大爆炸 政府為了阻止泥漿繼續擴散 修建了我們現在所佔的這個 高五公尺的泥霸 然而效果卻很有限 因為主要的火山口 雖然擋住了 可是其他地方 卻也開始蠢蠢欲動 大哥剛才把我拉過來 叫我拉過來 什麼了 什麼了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這裡面有那個 泥火山是不是 對啊 這不是人家住家嗎 對啊 在人家住家也沒有泥火山 然後這個是說不可以進去 對 小心喔 在裡面是不是 有了 開始已經有聞到 哇 有點濃喔 開始有那個 就是像剛才在那個泥火山口一樣 像那個同樣的味道 就是瓦斯味 而且這邊 我這邊更明顯 這邊瓦斯味更明顯 這裡明明是一處普通的住家 卻被掛上了禁止進入的警告標語 而且越往裡面走 現場的氣氛也越可怕 因為四處都是斷圓殘壁 還有被燒到焦黑的痕跡 好像發生過大爆炸一樣 究竟這裡面遭遇了什麼樣恐怖的災難 即將出現在眼前的 又會是多麼駭人的畫面呢 好重喔 好重的瓦斯 這邊 大哥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火山嗎 Gas 瓦斯 裡面都是瓦斯 有聞到很重的瓦斯味 所以它是在這個裡面噴發 是不是 可是 大哥我問一下 這邊是 因為這邊是曾經爆炸過 是不是 曾經爆炸過 因為觀眾朋友你看 它這些房子啊 都是 都是黑的 而且這邊有沒有 都是好像被 從地上這樣炸開來斷一半的 我靠近一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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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怎麼了 大哥怎麼了 會掉下去是不是 這裡面是空的是不是 對 大哥說這裡面是空的 好那你拉著我 好不好你拉著我 不是 大哥 你拉著我 我我我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不行是不是 好吧 大哥 大哥說 不要過去 因為它下面其實整個是已經超空的 所以過去它有可能就直接掉到那個那個 火山口裡面去了 所以那大哥這個有多深 你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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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公尺 所以大哥 那這整個附近都都會像這樣子 都有可能像這樣子 有火山這樣爆出來嗎 我講 你 你 你 我講 所以這附近 還有其他幾個地方都像這樣子 對啊 這整個區塊的人 等於是幾乎都住在這個火山口上面 因為它這個隨時隨地都有可能 從哪裡爆出來 爆出來一個泥漿口 或者是 或是像這樣子的瓦斯 瓦斯口 這邊住 住在這邊真的很危險耶 真的 太不可思議了 眼前的畫面 就像是晴天逼利打中我的腦門一樣 你能想像 在某天早上醒來 發現自己家裡 竟然出現了一個大洞 還不斷冒出 足以產生大爆炸的天然氣嗎 而我們所苦苦追尋 蓋在火山上的村落 原來說指的就是這個區域 只是當地村民 究竟要如何與泥火山共存呢 我想再摸一下 感覺一下它那個水是怎麼樣 我們近一點 它這邊走路一定要小心喔 阿良哥要小心喔 我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摸 其實一蹲下來以後 那個味道更濃了 因為它這邊其實看到 它中間都是一直在啵啵啵啵 都一直不斷的 而且我們現場都聽得到那個 便當的聲音嗎 對 它現場其實那個聲音很明顯很大 然後摸摸看它那個水 它這個水其實不是熱的 是冷的 因為它整個地下水冒出來 是因為 是因為它這個氣體 天然氣的關係 所以把整個水一直 不斷往外衝出來 所以它這個水 應該不會是熱的 我聞到它的味道喔 喔 它的 它水有很重很重的那個鐵味 鐵味跟天然氣的味道 天然氣 泥漿 不斷地從各個地方噴發 會慢慢消失 還是變成巨大的泥火山 沒有人知道 有人說 這是因為天然氣的開挖 造成地下壓力的全面失控 雖然有許多專家前來了解 卻無法證實這樣的說法 當然 也無法解決現在的問題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這個泥火山 絕對遠比他們想像的 還要大得多 那這一片啊 原本都是大概說 這隻都是被泥漿淹掉的 然後挖出來以後 那現在可能就是 形成一個天然的 算是小湖泊吧 所以他們都會來這邊捕魚 那你們這個捕的是自己吃嗎 自己吃 喔自己吃 他們都會來這邊捕魚 等於是加菜就對了 我來幫忙 我這樣拉 我這樣拉對嗎 大哥我剛才這樣拉對嗎 我剛才這樣拉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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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不要再慢慢拉 沙蘭 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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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會拉一拉 發現 網子後面都是開的 魚都可以剛好游走了 朋友啊 相信大家跟小槓一樣 不太相信這片 被泥漿摧毀過的地方 竟然還能如此綠意盎然 而且大家一定也很好奇 又是什麼樣的魚 能在這麼惡劣的環境下生存呢 大哥剛才講啊 他現在在岸邊比較難捕 所以他剛才到比較中間一點的地方去 他說那邊比較深 然後那邊魚會比較多 大哥現在已經正在慢慢的收網 慢慢的收網 欸欸有欸 有看到欸 大哥 欸欸 有有有有 網子裡面有魚 網子裡面有魚 有欸好大一條喔 大哥捕到有沒有看到 這魚超大的 這個 大哥剛才這樣拉拉拉拉拉拉 他一拉起來以後 就看到這個 只有一條 把它打開來看一下齁 對啊 倒了一條 欸 兩 喔兩條 大哥他這個 裡面有很多這種魚嗎 對 對 這種魚好吃嗎 很好吃 很好吃 好吃喔 這兩條啊 這個 其實有點像是 呃 也像是鯪魚的樣子 而且 他皮膚其實很光滑 然後 很 很有活力 一直在 一直在跳 一直在跳 喔原來這火山狐狸的怪魚 是鯪魚來的嘛 看他們哇跳跳的生命力 居然完全不受 泥火山的影響 而且聽大哥說 除了火山狐狸有魚可捉之外 這泥火山還送給他們一個小禮物喔 大哥說 這附近有 可以幫人家找到 幫人家料理魚的 可是我們這樣一路走過來啊 全部都是像這種牌子耶 都是講說危險 瓦斯 這邊有天然氣 或者是瓦斯 這邊可以幫人家煮魚嗎 好危險喔 問一下那個大姐 我想請問一下 妳知不知道這邊 有沒有是可以幫忙煮魚的 可以 可以 喔大姐可以幫忙煮魚 欸真的耶 他這邊有火 裡面有火 怎麼來的啊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在那邊的 那邊的那邊的那邊 那邊的那邊的那邊 蛤 從泥漿天然氣 你們 這是你們自己接的嗎 他沒有放在那裡啊 他沒有放在那裡啊 對啊 那你可以關掉給我看看嗎 我證明一下 我證明一下 我真的沒了耶 真的細掉了 所以他這個真的是 接這個管子過來的 對 所以他這邊其實 說真的他這邊 還蠻危險的 因為他這個瓦斯 其實濃度一定夠 所以他這樣起來的時候 他只要溫度 大概在一個程度以上 他自己就會自然 把他丟了 喔 你看他們就是直接魚拿起來 就直接放在上面烤 然後也沒有經過任何其他處理 他們就是直接這樣烤 原來大哥說的小禮物 竟然是這個免費的瓦斯 而且這裡家家戶戶煮菜燒飯 幾乎都是用這個名副其實 最天然的天然氣 不過話又說回來 要負擔的風險也太高了吧 要是附近哪裡又冒出大量的瓦斯 後果可是不堪設想 而為了讓我們更了解 泥火山的全貌 大哥也騎著摩托車 帶我們深入禁區 這些泥火山 他就是當初啊 其實已經整個是煙蓋過來的 那大哥講說 他因為他們政府 當地政府就是 不斷的一直挖一直挖 然後等於把他 這個泥土 挖到已經 已經有一個高度 有一個落差以後 大家現在發現 泥漿已經又開始 再慢慢煙蓋上來了 而且其實我們剛才這樣 一路經過啊 我們看到旁邊的 大概走個 一兩百步吧 就會有一隻尺 就是插在這個岸邊 那其實大哥講說 這個就是他們在監控 隨時看這個泥火山的高度 宛如猛獸斑的泥漿 不斷吞噬家園 大哥和村民們 卻還是努力的維持生活 除了步步魚 就是騎著オトバイ 帶觀光客參觀泥火山 參觀自己被掩埋的家園 那其實他這邊 原本都是應該是 已經被掩蓋住了 然後他後來是事後 經過開挖 然後才 才有把他這些殘骸斷壁 這樣挖掘出來 其實還蠻驚人的 因為大哥說 這個姿勢一小部分而已 但他其實已經很大一片了 大哥 那你還記得那個時候的情況嗎 already 蒜埃堡 走了 川路的人 所以他是晚上還是白天 晚上十點 大哥 那個時候 泥火山爆發的時候 它掩蓋過來 是慢慢的流過來 還是突然就 整個就掩蓋過去了 泥江海嘯 這樣的名詞 光聽就讓人有種要窒息的感覺 我想我們永遠也無法想像 泥江清洗而來的那天晚上 火山村的居民究竟經歷了多大的痛苦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 這將會是他們一輩子無法忘記的傷痛 這樣你這樣經歷過這麼重大的事情 這樣村都被掩埋了 為什麼你不會想說 搬到其他地方去住 然後你選擇繼續住在這邊 不要有錢買到別的地方 因為他們這邊 生活比較不困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 有多餘的錢搬到其他地方 那大哥 你都不會怕 他可能有一天會再爆發 會再噴發 然後再掩蓋住這邊嗎 也不怕 但是 怎麼還要打擾 吃著火山狐狸捕來 又天然氣烹煮的魚 此時小剛我真的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面對隨時可能崩潔的家園 當地人卻是用最平常 最樂觀的態度在生活著 世界停定 世界停定